你不怎麼看 昨天突發現場就講說 其實這個國台辦的懲戒 他們的理由應該顛倒過來 應該是 中國罔顧台灣發展進步的事實 蓄意編造虛假負面信息 透過了這些媒體 來大肆的大內宣 所以這個其實應該被 台灣嚴懲的是這個習近平才對 那當然還有一些這個名嘴 我們剛剛講到名嘴圈的這個 因為這一次的懲戒造成了內後 很多人這個不服氣 但是也有人講說 那是因為這五位名嘴的身價很高 是這樣嗎 這樣更多人不服氣咧 沒有啦 我是完全服氣 我是完全服氣 第一個 我覺得一件事 你看國台辦的說法 國台辦其實第一個理由是 他們虛假 就講一些假的事情 虛假 然後負面消息 那虛假什麼意思 打假 那換言之就說這五個人是被列為打假對象 中聯話為什麼沒有列進去 因為他說實話嘛 他說真話嘛 他不是假話嘛 你說他是什麼 蛤 你拿什麼 來我聽 真的嗎 不然說打假 那沒被列進去的也不用搶嘛 就表示說的話不是假話 所以沒有在這一波大陸打假名單之中嘛 所以也不用沒進去也不用太灰心了 那四年後可能他四年公布一次 四年後還有機會嘛 大家再競爭一下嘛 而且你說這公布的搞不好是倒數五名 不是因為你注意看他後面還有一段話嘛 凡事怎麼樣 未來什麼 製造謠言怎麼樣 絕不严懲 絕對严懲怎麼樣 那換言之就是說 你後面還會不會有 你後面還會不會有 那我們頒獎的時候 搞不好人家 那國台辦頒獎的時候 先從後五名開始頒獎 頒獎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嘛 對 從後面往前面頒 第一名最後 我不曉得後面還有沒有嘛 就像今天卓冠婷說 這個是身價排行榜 對不對 你看一下 對不對 這邊人都沒身價 包括我在內 都包括我在內 其實這裡面有幾個意義了 第一個是憑什麼懲戒 主權 我懲戒你表示 我的法律雖然 我無法在這邊執行 但是我告訴你 我對你們這些人進行懲戒 的某種程度上是 主權問題 否則今天講一句話 如果他不認定說 是同一個國家 那法律怎麼可以懲戒你 所以第一個叫主權 第一個叫主權 第二個當然就是 所謂的大陸最痛的地方 經濟 你不要去刺我最痛的地方 就是刺到一個最痛的地方 對不對不是我們搞爛的 是習近平搞爛的 對啊 那個刺到最痛的地方 當然 他是昨天公佈的嘛 5月15號公佈的嘛 那我就回想到 5月13號中國時報的社論 中國時報的社論 有一段不是特別提到 所謂所信大陸領導階層 依然冷靜 這是冷靜嗎 隔兩天以後 我們有5位就被列進去了 要懲戒了 然後呢 齒板明夫說 飛機越來越近 飛機也越飛越近 距離越來越近 海警管理什麼靜置區 也跑進來越來越頻繁 嗯 那我就不懂 冷靜什麼呢 我就不懂了 好 那 當然中國時報的 老闆有他的背景存在 就是說 寫東西有時候看了以後 就是說 你現階段 國台辦 然後中國 所做的行為 不是在巴中國時報社論的一巴掌嗎 哪有冷靜 哪有善意 現在不是照樣在懲戒嗎 當然啦 如果中國你認為有辦法執行的話 就把這五個人拖出去 那個 習皇帝嘛 五門 你看要把五門設在哪裡嘛 但是 五門問戰 所以我就覺得說 做這種事的 意義何在嘛 就是一個主權一個懲戒 吃到他的點嘛 不過這五個人 如果他們覺得很熱 那五個人就覺得很熱 那我也只能獻上祝福 恭喜 不過昨天這個名單出來的時候 我們製作單位其實大家也在討論 這為什麼沒有 中年晃 中年晃罵得也很兇啊 結果我們製作單位去查 原來年晃 十幾年前就被點名了 這根本就是這個 元老級的這個學長 所以就請到這個學長 本來我們還很驕傲 四年前 上人民日報 你十幾年前 就被點名了 那所以 以這個學長的身份 你看 這五位名嘴被點名 實至名歸嗎 還是在你心裡面 有什麼這個遺珠之憾 你有怎麼看 這次老共的動作 其實我覺得 我先肯定一下中國 肯定中國 他們有進步 真的有進步 就是說那個用詞 潛詞用字有變比較文明 我們十幾年前第一次被點名的時候 包括一些政治人物 包括一些政治評論員 當時的title叫做 這個台獨暗殺名單 台獨暗殺名單 你也是換到換跳跳 我是換到換跳跳 還暗殺名單 而且越活越好 真的 通告費越領越高 然後後來到你們這 人民日報點名的第一 這是人民日報盃的第一屆 就變成頑固台獨分子 所以有變文明了 有變文明了 這是這一點給予肯定 好那這次點名 其實我覺得 他至少達到一個目的 引起我們台灣 這評論員圈的內訌 那些委員就說 為什麼沒有我 然後陳柏惟昨天就很深 為什麼沒有我 而且那個陳兵華哪位 我根本就搞不清楚 原來是國台辦 我昨天就看到 以為是侯孟凱 還蠻像的 然後陳柏惟昨天還建議國台辦 你下次麻煩辦一個 最佳外語片杯 因為說台語他們聽不懂 很狠 我覺得他這個點名 其實全世界基本上 都把他 把中國這動作 當作笑話看 真的 你說好要懲戒 請問如何懲戒嗎 你還被你暗殺名單 你笑死了 你知道嗎 我自己親身的經驗 就是大概 我應該是在06或07那一段時間被點名 後來有一次 我就想去香港 因為我從來沒去過香港 我想就申請個港簽 結果呢 申請了半天 奇怪 就被推薦 你被推薦 然後我就打去 那時候他在台灣還有代辦 我就說到底什麼原因 推薦你讓我知道 是我資料不全還怎麼樣 因為我想去香港 因為那時候香港 有很多美食可以吃 那個時候還是自有期 那時候還有 現在沒有了 雖然那時候已經97了 但是那時候 香港改變沒有那麼大 沒那麼快 結果對方就知屋 其實他說 鍾先生 因為您的身分比較特殊 所以我們不方便讓你去 這樣我就懂了 你被你暗殺名單 還敢申請 真的有感 那懂了之後 所以我就不去 你現在就在新疆 現在可能沒在的 然後呢 對我個人來講 最大遺憾 是因為我一直很想到西藏 到新疆 到蒙古去看一看 因為那邊的文化 跟民種族 畢竟跟中原不一樣 但是這些地方 我大概此生無緣了 雖然外蒙古 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但是因為非蒙古 幾乎都在北京轉機 我不敢去北京 到時候北京沒有停 直接飛到烏魯木齊去 所以呢 我覺得對我來講 真的沒什麼損失 不過我真的提醒 國議員是不要偷笑 搞不好你也台獨份子 不過我真的提醒大家 就是說 雖然我們在台灣 基本上很安全 他也不敢對我們怎麼樣 也不能對我們怎麼樣 那是 但是真的 提醒大家第一個 出國不要打卡 因為你打卡 他就知道你在哪裡 這麼誇張 他就會知道你在哪裡 第二個就是說 跟中國友好的國家 盡量不要去 但是我覺得被點名的人 基本上是安全的 因為 第一個 這些人自己會提高警覺 第二個就是說 過去你看 莫名其妙在第三國 被抓回中國的 幾乎都是沒有被點名的人 很多是被抓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 像譬如說 這個巴西文化的複查 平常如果不是在藝文圈的人 大概很少人聽過他 還有銅鑼灣書店的老闆 他是在泰國被抓的 被抓之前 其實我們也很少人 除非特別關心這個事情 才會認識他 所以呢其實 我覺得這也沒什麼 但是我覺得 中國這一波的目的 值得我們探究 就是說第一個 我認為他幾個目的 第一個是 他中國現在 其實現在像一個壓力鍋一樣 就他每隔一段時間 他把鍋蓋打開一個小風 讓裡面壓力宣洩 要不然會爆掉 中國現在面臨壓力有什麼 最大壓力是經濟的壓力 你看他的房地產已經掛掉了 其實我覺得 我真的建議國台辦 這是很誠心的建議 不是把你考試也不是酸你 下次可不可以換一個方向 不要公佈這些所謂的 你們心目中不友善的名單 你下次可不可以公佈友善的名單 讓我們知道一下 在台灣內部 誰對中國比較友善 讓我們知道一下 對啊 要讓我們知道 在台灣有誰跟中國比較好 對 這是有一點是那個代理人的概念 對不對 就是說誰跟中國比較好 你讓我們知道 那以後我們看到他的節目 或是看到他在講話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知道說 你原來你談話的來龍去脈 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 那些人怕死 沒關係 我們再來考慮 要不要鼓勵 對啊 其實那些人賺那邊的錢 應該也是賺不少 對啊 所以他沒差 但中國企業 雖然一直以來 都有政府的補助作為後盾 可是中國企業跟台灣企業的韌性 真的是天差地遠 儘管呢 這個在德國的眼中 以前根本不把中國的汽車業放在眼裡 可是中國的汽車業現在已經很掃歐洲了 可是卻還是救不了中國的總體經濟 所以呢 金周刊每一年都會做兩岸三地一千大這個企業的這個排名 希望能夠知道這個中間這個競爭力的變化 但從今年的這個數據上看起來呢 其實中國的產業呢明顯的衰退 哇台灣的企業那就不得了了有驚人的變化 所以就要請到這個偉宣了齁 那這個 中國 台灣的這個企業現在有這個驚人的變化 是不是我們現在真的已經感覺上騰龍換鳥了呢 對對對 就是我們這次其實也採訪了一些像我們 因為其實中國的電動車出口 或者說中國的汽車出口 我們直覺想到就是說影響最大的 可能就是一些傳統的這種汽車大國 特別是像是德國 因為其實我們這次也採訪了這個德國的算是 被稱作是德國的汽車教父 這個獨登霍夫他是一個這個德國的一個汽車的一個 算是蠻權威的一個機構的一個這個創辦人 那他其實有跟我們談到是說 就他觀察其實這個中國的過去這兩年 其實在這個電動車的發展上真的算是相當令人驚豔 包含不只是在這個價格還有在這個技術 包含是電池的技術或者是說他們的這個 輔助駕駛系統各方面其實都是真的是有算是 非常就是等於是說有點就是出乎意料這種表現 那其實這我們也反映在這個 中國汽車的一個去年的一個整個出口 因為其實去年算是對這個中國這個汽車電動車 算是一個很指標的一年算是 因為我們看這個2023年 中國的這個整體的一個汽車出口是491萬輛 那是首度的超過了這個日本 因為日本過去一直是這個算是全球的這個汽車大國 對那他其實是在去年的時候首度被這個中國給反超了 那中國去年出口是491萬輛 日本是442萬輛 那德國是311萬輛 而且你看中國的這條線整個衝上去耶 對他可以說是 就在2020年過後 對可以說是在2020年之後突然整個爆發式的這個成長 對那其實這我們看這個整體的一個汽車 但其實之所以剛談到是電動車的部分 其實之所以他會成長那麼快 很大一部分其實就是來自於這個電動車的成長 因為電動車大概佔他的一個整體出口 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 那如果我們進一步細看的話 其實中國這一次這個電動車 我們我們這個主題是談所謂電動車的一個出海 如果我們去看整個中國的這個電動車出海的話 其實一個最指標的就是所謂的這個比亞迪 那比亞迪的話我們可以看他確實在這個 其實不僅僅是這個出口到歐洲部分 他其實在這個亞洲包含像泰國 像這個巴西南美的那個巴西 那像是以色列澳洲 其實可以看到他以泰國來說的話 他在這個去年的話 他的這個出口到泰國的這個車電動車 是大概三萬多輛 那其實是相較他前一年2022年是只有三百多輛 他去年才379輛 對今年光是到泰國去就三萬多輛 對他成長的大概有八千個Percent 對非常非常的驚人 那像巴西也是巴西的話 2022年才48輛 對那去年的話就衝到大概一萬 將近一萬八千輛 那是成長幅度是三萬六千八百 成長率是三萬多 對那其他的國家其實也是像一些 比如說我們剛剛談到歐洲 其實他在德國 雖然這個看起來那個數量還沒有很多 但確實成長幅度也很顯著 都不是幾倍都是幾百倍的成長 對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這次其實也採訪了不少專家學者 特別是歐洲其實對於這個中國電動車這一塊 這個在過去這兩年這種迅猛發展其實是滿 就是等於說相當程度是有一定程度的憂慮了 整個中國的一個整體產業 算是中國電動車這一塊算是一個主要的一個亮點 但是我們另外來看的話是說如果我們回頭去看 中國的一個去年的一個整體經濟的表現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剛談電動車 但是其實中國的過去這兩年 他們其實積極發展的一個產業 中國政府叫做所謂的新三樣 新三樣其實就是包含了電動車 還有這個電池還有這個太陽能模組 他們這個叫做新三樣 對那這新三樣的發展的話 是不是能夠帶動我們知道說過去中國這一年 如果大家有關注的話 中國經濟其實整體的表現是不好的嘛 他們這個房地產的一個電動車 這新三樣都大舉出擊了 還救不了中國經濟嗎 對就是說如果我們看 為什麼會說我們會說新三樣就是對這個 可能救不了中國經濟 其實是因為說我們知道說這個中國 他過去這五到十年 很長一段時間他的其實整個經濟的這個成長 是由他的一個房地產所推動的 他的房地產佔他的一個GDP 大概佔了兩成左右 對那新三樣目前佔比多少 我們如果看他佔這個中國出口額 如果看去年的數字 新三樣就是剛剛談到電動車電池 還有太陽能模組 佔中國的整體出口額只有4.4% 那如果佔整個中國的一個GDP的比重 大概更低 大概只有3.5% OK 對所以這個數字 對比於說他現在因為這個房地產的這個低迷 這個不正 其實就是20%的一個比率 你來看的話 就是其實還明顯還是整個相對上是比較低的 所以對中國總統的經濟的影響來講 其實杯水車薪 對那你說就算你把全球市場打亂 結果還是這樣 對但是你說那現在是這樣 但是中國他們可能會反駁說 那我如果我未來 我現在是高速成長 對那其實這個也有外資報告 也幫他做計算 就是說如果我用新三樣 那我假設未來可能五年十年 我是每年大概以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這個以這個中國的這個量規模 其實已經算是速度算成長非常快 以百分之二十速度成長的話 大概五到十年內 因為他還是沒有辦法抵消掉這個 因為房地產的這個率落 所以其實就是說 我們假設他未來還是持續的 這幾個產業 他沒有受到歐美的抵制 他真的還算是風光出海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對於整個中國的一個整體的經濟 其實能夠幫助 相對能夠幫助還是有限這樣子 對那如果我們談 剛剛是談中國的部分 那如果我們回過頭來看今年 我們做這個一千大調查 其實另外一個亮點就是說台灣 因為如果我們看台灣這一次相較之下差很多 差很多 因為我們剛剛說這個中國 他是基本上只有電動車一支獨秀 但是如果我們看台灣 台灣這一次的競榜加速是創下了 2014以來十一年的一個新高 今年的入榜加速是 台灣企業入榜加速是一百一十七家 去年是八十二家 這樣足足增加了三十五家這樣子 對那這個的話 如果我們把時間走拉長來看的話 就是說其實我們這一次算是 其實也採訪了不少的專家學者 那說怎麼分析這個現象 那包含像是這個 我們的金鐘看董事長 這個謝金河其實也有談到是說 因為這個如果我們看這個 對照這個一五年喔 就是說我們應該說之前 可能蠻多人這個馬英九 在這個任期的時候 其實就有常談到嘛 說兩岸如果不好 那台灣經濟一定也不會好 對但是我們看喔 就是說馬英九在任的這個2015年 這一年大概是兩岸算是關係很好 的一個的一個的一個階段 這個階段對2015年 結果你看 也不過才六十五 看台七的進榜加速是六十五家 對那對比於說現在我們說一六年之後 特別是最近這幾年 其實兩岸關係 處於一個相對緊張的狀態 對結果我們入榜加速反而增加 反而我們的表現更好 對對所以其實這背後反應的其實是說 我們剛剛這個談到是說我們這個經濟的一個騰龍換鳥 因為其實我們過去在大概這一段時間 一五這段時間 我們的出口中國的比重大概都有四成 對但是我們到最近這兩三年 其實我們出口中國的比重一個大幅的下降 下降之後我們反而表現更好 對我們其實把這個出口的重心 我們移轉到了到東協到了美國 那其實這個看起來這個分散的策略到某種程度是有奏效 因為其實剛好這幾年中國經濟表現也不好 所以其實我們隨著這個我們出口轉移 其實我們受中國的影響反而比較輕 就是說中國經濟這個下滑的影響其實反而是比較輕微的 所以脫中是對的啦 OK 對那再來的話 如果我們進一步去看表現 當然說台積電這個我們的護國深山 就不用說了 他這個今年的排名是高居第一 那是狠狠擊敗這個中國的這個騰訊 那如果我們看他從二零一九年的這個到目前的 去年的這個整個股價表現 二零一九年那時候大概才兩百多塊 那今年是目前大概是差不多已經到八百塊了 從二零一九年兩百零六塊 漲到今年八百二十六塊了 五年成長了兩百五十Percent 對那如果我們進一步去細看 就是今年進榜算是一些台灣企業的亮點 會發現說大部分其實是跟這個AI 是還有跟這個重電 因為AI其實大家應該也都知道說 其實去年過去這一年很紅了 對那如果我們進一看 像這個進榜這個四成長最多八百四十四趴的華城 是這個重電啦 重電相關的那如果我們進步去看這個 像這個第一次進榜喔 他去年沒有進榜 今年第一次進榜就排名三百五十二名的這個奇紅 對奇紅的話是做這個散熱散熱這個模組的OK 對那接下來的話像是試電也是重電 那像這個川湖是做這個伺服器的倒櫃 對也是跟AI相關的 那另外像是這個廣達 大家應該也很熟悉 那像是這個偽創等等的這些 就是說可以反映是說過去這一年 台灣企業的話一方面是說 整體的一個加速創新高 性榜加速創新高 那另外一分反映的是說大概 重點大概整個產業的話 大概亮點是集中在這個重電跟AI 而且台灣企業一衝進榜內 所以就衝得很高了對不對 這也算是算是我們做這次調查 這算是很振奮人心啦 因為如果我們看過去這幾年的表現 確實都是可能是比較平平的這樣 但是真的今年的話算是台灣企業算是 如果又跟中國對比又更明顯啦 因為中國今年整體的這個企業 進榜加速是掉了非常非常多的這樣子 那這大概是我們這一次的一個 這個就是一千大 調查出來很振奮人心的結果 520 禮拜一賴新德就職就要登場囉 結果在此之行習近平的動作非常的大 包括了在520之前普丁先趕到中國 去進行這個訪問 而且呢在訪問之前呢 針對於台海的情勢呢 中國跟這個俄羅斯呢 還共同聯合進行了一場軍演 這是俄羅斯第一次跟中國針對台海情勢 來進行這樣的一個這個軍演喔 但是呢習近平這個看到普丁對他表情 然後習近平怎麼做的 欸習近平暗地裡還在賣掉普丁嗎 看起來呢這個拜登對中國祭出了史上 最大的這個關稅制裁 喔習近平喔真的不得不害怕喔 米寬 這是普丁一趟路從整個莫斯科 飛到了哈爾濱之後 經過了兩天確定一件事情了 什麼事被中國當小弟了 被中國當小弟了 但場面話還是要說 場面話現在說的可是太豐富了 現在跟各位說喔 中俄的關係上不封頂 我們還要深化彼此之間軍事的一個合作 普丁本身是柔道的一個黑帶喔 他自己說哎呀我們家的人啊 現在都在學中國的武術 而且都還在學中文 但來跟各位說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普丁這一趟到整個中國去 看來是故莊 為什麼看來是故莊呢 我們從上一季的貿易金額可以來看得出來喔 第一個俄羅斯其實對現在是中國需要俄羅斯比較多 還是俄羅斯需要中國比較多嗎 從整個因果論來觀察的話 第一個俄羅斯需要中國的比較多 中國其實在整個所謂的出海口當中 其實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出去喔 那現在簡單的說齁 很多中國人不敢做俄羅斯生意了 那為什麼不敢做俄羅斯的生意呢 怕被制裁啊 那怕被制裁之後呢 普丁他五二零錢特別就跑來故莊嘛 那我們先把邏輯關係 現在跟各位說明一下齁 現在美國就說得很清楚囉 如果你現在中國繼續跟整個俄羅斯 持續的眉來眼去的話 我就要打你們 中國八大銀行在美國上市的部位 那很多人會說 我銀行開在中國開得好好的 你美國了修起我 你能怎麼修理呢 有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我讓你銀行裡面沒有美金 把美金斷掉 把美金斷掉 簡單來說就是現整個美金的流通 我就讓你們銀行裡面一張美金都沒有 看你能夠怎麼辦 讓我問各位 沒有美金怎麼做國際貿易 完全沒辦法做嘛 沒辦法外匯 整個國根全部 整個國家的根本全部被挖掉了嘛 好 而且我們去看到一件事情喔 上一季啊 中俄之間的貿易 一口氣往下跌 跌了13% 跌13% 其實俄羅斯很需要中國 俄羅斯現在缺錢啊 口袋沒有錢啊 口袋破掉了 那現在怎麼辦呢 好這第一件事情喔 中國人現在不太敢做俄羅斯 不是不做 他被美國制裁 好這個問題我們先到這邊喔 所以從這幾個連動當中 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這次普丁到中國去當小弟 那為什麼當小弟呢 很簡單打戰爭打兩年打窮 就打窮了 好我們鏡頭再一轉 可是打窮歸打窮 中國還是很闊氣啊 為什麼很闊氣呢 我們現在來談談大炮打小鳥 什麼叫大炮打小鳥呢 最近菲律軍菲律賓有百條 先跟各位說齁 這個碗子跟扇板很簡單的漁船 一百多條衝到黃岩島去 那衝去黃岩島幹嘛呢 這種漁船能幹嘛呢 捕魚嘛 他們也是希望能夠吃得溫飽啊 對不對 那當然也有帶一點抗疫的味道 大家一趟路就浩浩浩浩的過去了 浩浩浩浩浩過去之後呢 開始捕魚開始做一般的一個標準動作之後 大炮打小鳥的事情發生了 你知道尤其中國出動了什麼來對付這些漁船嗎 用洞五五的萬噸大區跟轟6K 大炮打小鳥 手筆有沒有大 手筋要大隻的啦 洞五五萬噸大區跟轟6K 去對付這些漁民 誇張 所以我們一直說嘛 這種大國博裔之間 有非常多重要的一個細節 這是我們要討論的喔 到底中國是在擺爛還是要 中國對俄羅斯是擺爛的喔 可是中國對整個菲律賓這一塊擴氣的很 真的很擴氣 可是這麼擴氣呢 現在呢 美國跟日本想一想不對啊 為什麼呢 我們都知道那個東風二十一喔 東風二十一據傳 他可以在大氣沈當中衝浪 他們說這個叫化未能為動能 他會越跳越快 那越跳越快的時候 他可以躲 他中間他可以轉身躲 所以美國跟日本呢 他們目前在合作這個叫做 高超音速攔截的這個叫GPIR 這個是中俄極高音速 飛彈的一個克星 那當然這個還在發展當中 這個直接決戰在外氣沈 決戰在就是這種東西 在對峙的時候看不到 因為都在整個所謂的外太空 都在接近大氣沈以上 那目前這個到底可不可以來攔截呢 這個要持續來看喔 但可以確定一件事情是 他們現在直接說 這個東西不要放在陸地上 放在陸地上移動速度太慢了 要直接安裝在神盾艦上面 劍指的東風二十一跟五倍音速的飛彈 好簡單的說啦 雙方直接槓上了 那雙方直接槓上了呢 好 武器槓上了對不對 雷蒙多今天又加碼了 發生什麼事呢 雷蒙多在今年秋天 他們要加碼去制裁中國的聯網車 中國現在呢 聯網 先跟各位談 中國有電動車 那很多的電動車的數據呢 他是直接傳回去 傳到所謂的中國去的 那傳回到中國回去的 他就叫聯網車 那這個聯網車呢 之前 那個雷蒙多曾經說過嘛 萬一萬一 中國的汽車在整個美國 同時三十台 同時停機 這個對美國是一個非常大的災難 那這個是災難啊 先跟各位說 你所有的都市就停了嘛 你一台車停住 是不是後面就不能動了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災難嘛 那今天為什麼要在談論這個呢 談論這個就是說 他要加碼 加碼來做制裁 這是第一件事情喔 現在還有更糟糕的一件事情是 中國的電動車真的也太會燒了 我們來看喔 最近的中國電動車真的是燒不停 我們來看福州 我們現在鏡頭先來看畫面福州的 比亞迪的4S店喔 又前年我們發現很誇張 那現在電動車最大的麻煩是在於 我們過去三四年來去看電動車就是 他本來是一台燒 消防車來不及過來 一台燒燒到旁邊兩台變三台 三台之後呢 砰砰砰 前後左右又開始燒 一下子變成十幾台 燒完之後呢先跟各位說變成火海一片了 變成火海一片了 所以呢現在很多人都說 這個到底會是什麼啦 這個第一個喔 然後第二個 目前有所謂的高坊的所謂的特斯拉喔 高坊的一個特斯拉呢 好多人這個看一燒也是都不會停啦 簡單的說他就不會停 所以很多人就說 這到底是移動的焚化爐呢 還是所謂的移動的一個棺材 所以中國人現在呢 看看自己做的電動車 沒有錯中國的電動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可是他真的燒起來的時候 連中國人自己說我們中國的電動車會不會是移動棺材呢 不過因為520就要到了 請教一下嘉隆老師喔 這個習近平最近動作很妙 普丁趕在520之前到中國去進行訪問 然後拜登趕在普丁訪送之前 我宣布我要對中國進行最大的這個關稅制裁 所以老師怎麼看喔 這個美中之間的這個角力 而且拜登在宣布最大制裁的時候 還特別加了一句話 為了要保護台海的安全 這中間到底有什麼關聯啊 老師的觀察呢 這些國際政治的活動 從效果上來講 從時間的延伸來講 一直堆疊上去 就是520效應 就是520效應 台灣真的太重要了 這三個月來從2月下旬的金門事件 那時候國際觀察家在問一個問題 說習近平是要對金門動武嗎 一個大問號 不知道嘛對不對 有風險 然後從4月2號拜登習近平通電話 然後敲定了隔天 財政部長葉倫來訪問 然後再來4月24號 那個國務卿布林肯來訪問 因為美國知道5月中旬普丁要來 所以美國要先做預防性外交 表面上做面子給習近平 我派高官來訪問給你面子 實際上談的內容都是給警告畫紅線 甚至於下最後通點 不可以在台海這邊給我惹事 好了 然後這個結束之後 習近平馬上利用這個美國來 來拜訪了這個聲勢跑歐洲 聯合法國 然後這個做給拜登看 也做給普丁看 因為烏克蘭戰爭破壞了俄羅斯 跟歐洲的關係 然後現在習近平表現 他可以做歐洲的外交 有這個影響力做給普丁看 然後回過頭來才接待普丁來訪 你看一連串的操作 全部是堆疊到五月中旬 五月十五十六 然後經過十七號一天休息 十八十九是週末 就為了台灣的520 520嘛 所有國家都動起來了 所以他企圖影響賴清德的就職演說 以及上任後的路線 忙了三個月嘛 然後五月結束以後 從六月開始 國際政治的主軸是什麼 我說上半年的主軸是520效應 下半年的主軸就美國大選嘛 對 所以我們今年的兩個主軸就講出來了嘛 所以過去三個月我們看很多事情 比如說普丁跟習近平 到底要達成什麼交易 比如說到底軍事上的武器啊彈藥 要給他什麼到什麼程度 其實這個都技術性問題 今天我們現在接下來看 就是普習會要怎麼來看 不是看他們交易的什麼東西 或者什麼聲明 那些都是儀式啦 儀式感很強啦 我現在講他真正的重點 有一個另外一個觀察角度 就是普丁前一陣子 接受美國名記者那個Tucker的訪問 他不是講了很多俄國跟烏克蘭的歷史 意思就是說烏克蘭本來就是我俄國的 對不對 講了半天 最後講了一句話 就是美國的主要威脅並不是俄國 而是中國 記不記得這一句話 然後呢 這個閒外之音就是說 美國應該聯合俄國 一起來對付中國才對 而不是應該在烏克蘭戰爭去消耗俄國嘛 這個閒外之音來了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現在看出來普習會兩個人 習近平跟普丁 他們都在準備迎接川普的重返白宮 因為川普重返白宮以後 川普不是講嗎 他一回來以後 24小時就搞定烏克蘭戰爭 意思就是說他可能要聯合俄國 一起來對付中國 那這樣的局面 習近平沒辦法接受 因為他整個落區被動 他被孤立了嘛 你看從日本 韓國 菲律賓 台灣這些 已經站在美國這邊 歐洲當然也站在美國這邊 現在只剩一個俄國大國 然後如果俄國被美國拉過去的話 習近平整個落單了 他承受不起 這個被就是被俄國捅刀的結果 原來是這樣 然後你看原本烏克蘭戰爭的話 俄國不是需要中共給軍事物資彈藥的補給嗎 那中國不是幫他蓋著武器生產線嗎 所以大家覺得是俄羅斯依賴中國有求於中國 現在普丁講的這段話提出戰略觀點 改變了整個局勢變成什麼 變成習近平更需要普丁啊 習近平不能讓普丁被美國拉過去啊 為什麼習近平現在高規格接待普丁對不對 不管談成什麼多少交易 那個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做出這個中俄親善的姿態 做給美國看 當然也要影響台灣這邊 然後所以呢 現在我們看起來 這個美國是不是回到聯俄制 或者走上聯俄制中這個國家戰略 就像以前是聯中制蘇 聯合中共制約蘇聯 現在可能倒過來聯合俄國來制約中國 如果美國戰略這樣調整的話 那中共吃不消啊 所以他一定要守住 跟俄國這個緊密關係 所以普習會的重點在這裡 習近平已經落據被動 他被普丁那一番話打得很重 普丁的意思就是說我必要時 我要向美國表態 必投名狀的時候 就是捅習近平一刀 然後習近平想跟美國和解 要遞投名狀的話 那就是捅普丁一刀 所以美國在等兩邊互相捅高 所以美國現在就是加壓力 然後看看你們怎麼玩 然後美國應該已經拿到習近平 軍事上支持俄羅斯的證據 所以他隨時可以啟動 現在關稅加到百分之百 這是信號 接下來他的話金融制裁 都有可能推出來 然後現在既然是520效應這麼重要 我們現在回顧一下蔡英文的這八年 那我們可以從股市來看 很多人說蔡英文設下了這個後人 可能很難以操略的很多障礙 那是指他成長 那個股市的指標成長很大 蔡英文剛上任的時候 大概在八千多點 那現在是兩萬一千多點 超多 然後這個當然這個紀錄很可貴 但是我們 當然知道臺灣這邊的指數會拉高 是因為我們的很多科技公司 搭上了AI這個浪潮 不過也有國際大環境的因素 首先美國跟中共轉成對抗以後 臺灣的地位被拉起來 那這裡有一點就是 紅色供應鏈受到影響 現在脫鉤 去風險 不管你怎麼講 現在中國的訂單跑掉了 那他的出國部門在衰退 失業在上升 那這個地方會打擊到 中國的紅色供應鏈 而大家回想一下 從陳水扁的雙低 就是記憶體跟面板 到馬英九時代的太陽能板 太陽能這個 臺灣有推一些產業政策 可是為什麼最後都沒什麼效果 因為被紅色供應鏈取代 所以紅色供應鏈打壓了 我們臺灣的很多經濟跟科技 那馬英九說 閉關鎖國不對 這個講得通 可是為什麼馬英九跟中國 登加來往以後 臺灣那個時候也沒拉起來 為什麼 就是紅色供應鏈 紅色供應鏈擠壓了臺灣的企業 那現在的話 紅色供應鏈走衰 所以臺股有很大的機會 因為這個紅色供應鏈的擠壓的退潮 很可能恢復活力 然後這一陣子的話 臺灣的創造力現在開始爆發 能夠抓住AI浪潮 抓住那個逼軌衛星 很多新的那個產業 然後這樣的話呢 會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臺灣在走上升的趨勢 上升的國運 這一來可能30年 30年 你看中國的那個改革開放走30年 對 然後日本的那個通貨警說衰敗 不是失落30年嗎 所以現在換成臺灣開始 起飛30年 起飛很可能第二次臺灣經濟奇蹟 就是在走一個30年的上升 那這個有什麼影響呢 因為過去十幾年 臺灣都是資金外流 外流的話很大成分是流到中國大陸去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 不能再進去中國大陸 所以資金外流被擋下來 光是國內的很多高端消費 你看生意都做得不錯 還包括豪宅對不對 那因為資金外流不能外流的話 已經很嚴重 現在還有一些外流的要回流 資金回流 所以你看我們的ETF一賣的話賣得很兇 因為國內現在有很多資金在找出口 所以一方面資金外流被擋下來 二方面紅色供應鏈的擠壓被擋下來 這兩個條件再加上一個 台積電的國內跟國外的產能 還沒有完全開出來 新蓋的廠 然後將來這些產能開始開出來的時候 對台積電的營收獲利還會加分 所以台積電後面還有 後面還有 所以帶動整個台股的走勢的話 我們估計過2萬點也是剛剛好而已 所以後面還有成長空間跟時間 所以估計賴清德接下來 接了蔡英文這個成果 他應該還可以有看到台股 還有向上的空間 所以我們只是從股市來論斷一下 520之後大家應該要看到的是說 賴清德可能在這種國際 錯綜複雜的壓力之下 會採取溫和跟保守的立場 盡量不要給美國 讓他覺得說 你在製造麻煩 我們現在很配合美國的全球一盤棋 不過美國大動作的 要對中國做出最大的經濟制裁 但是中國卻大動作的 要對台灣的五位名嘴做出制裁 而且我們來看這個五位名嘴 包括了黃世聰 李正浩 王毅川 還有我們在座的余偉成將軍 以及這個劉寶傑這位主持人 那這個國台辦怎麼說呢 國台辦說 因為他們罔顧中國發展進步的事實 蓄意編造有關於中國的虛假 還透過媒體來傳播 所以中國方面要依法對這5個人 還有包括家屬 都要實施懲戒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些相關人等如何回應呢 好 曾經在家黃世聰說 還好我們在台灣 希望台灣民眾要更珍惜言論自由 還說 我很好 大家放心 藍綠白紅 我告訴你 我都敢罵 我造罵 那王毅川怎麼說呢 王毅川說 之前朱鳳蓮 你還邀我去中國 要搭高鐵 要跟中國對話 現在又說我不能去了 哎呦 習近平先管好你們的國台辦 那李正浩則說 對 王毅川又沒什麼貢獻 兩岸也不太懂 應該換飯飾品或陳柏惟 會比較合理吧 那當然有我們在座的 于北辰將軍囉 哎 連你的家人都要受到懲戒 有沒有很害怕 其實我問過我的母親 我母親說在民國72年 我蓋下那個章 同意你去念軍校的時候 我就知道今天會發生了 那從軍不就是反共嗎 那是啊 從軍不就是消滅萬惡共匪嗎 從我民國72年 從軍開始消滅萬惡共匪跟反共 就成為我人生畢生的置業 至今沒有改變過 那麼為什麼晚了四十幾年才頒發這個榮譽勳章給我 我在軍中領過四十幾座獎章 但是就沒有一座像這麼有意義的 因為這告訴我一件事 我脫掉了軍服 我仍然沒有改變 對 有很多人穿的軍服反共衛生將軍 脫了軍服之後呢 舔共為了要效忠人民幣 這才是我看不起的啊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的一點 現在的國防部長應該比我更有資格拿這個獎章吧 為什麼國台辦沒有限制現在的國防部長 為什麼國防部沒有限制現在的參謀總長 陸軍總司令海軍總司令空軍總司令 而限制了于北城 哎各位大學長們要不要檢討一下 是不是我比較反共啊 是不是我沒有改變過啊 所以我今天不叫得獎 我今天叫感慨 其實這個國台辦對我們列黑名單 中國偽政府 匪偽政權對我們列黑名單 應該是按照陸軍官校海軍官校空軍官校的畢業紀念冊 從一號列到四百號 人人都有沒有的就叛國了 對不對 你是捍衛國家反共的保衛國家安全的 怎麼會不被敵人唾棄呢 對敵人唾棄你 就是間接的肯定你對這塊土地的忠誠 所以我必須要宣布一下 這個遲來的獎勵 我有很多敢言啊 余智利反共保台 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台灣 澎湖金門馬祖之自由平等 及四十年之經驗 深知遇達此目的 必須喚起全台民眾及世界上 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反共置業尚未成功 凡我同志仍需努力啊 這是必須要做的嘛 各位覺得有沒有很熟悉 當然熟悉每天以前 我們開週會都要念的國父遺囑嘛 不就是告訴你這件事情 所以我才說 中國他企圖的這種方式 讓你的家人 讓你的朋友都慢慢遠離我 為什麼 你的家人要不要在中國做事 想賺我的錢 然後你就要聽我的話 呸 我的家人不會去 我媽媽都已經講了 從把你送進軍中開始 我就知道有這一天的來臨 共匪共產黨殺人不長眼 不講信用 我們終身不去 除非除非 放棄共產主義 除非除非實施自由民主 尊重人權 那一天的到來我們再來談 否則我終身不到中國去 你請我都不去我呸 我連台胞盾都沒有去幹什麼 另外我才講 還有一些人 曾經跟我以前在外島 在前線 在軍中 一起反共保衛台灣的朋友 現在或許脫下軍服了 你正在中國從事拼經濟的工作 我真的 我容許你 你可以跟共產黨講 你可以跟國台辦講 余北辰是誰 我完全不認識 我沒有看過他 他也不是我同學 他也不是我的袍澤 我也沒有跟他一起服務過 我容許你 為什麼 你為了要生存 在人屋簷下 吃共產黨飯 拿人民幣就要低頭 我允許你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看一看 我的臉書 我的個人私訊 有多少曾經跟我以前 反共保台的跑著來跟我切割 這些切割的人 你不要再說我背骨啦 切割 切割 就是我不認識他 因為他講了心氣啊 那朋友算不算 對不對 朋友算不算 曾經跟我在軍校穿一條黃埔大褲 長大的朋友算不算 跟我一起在外島吃苦吃豬 反反共的這些前線的這些朋友算不算 都算啊 所以當然跟我切割 不切割怎麼賺錢 不切割怎麼領人民幣 所以現在罵我被骨的人 你現在有沒有覺得很爽 因為你才被骨勒 我捍衛台灣 我守護民主 你是為了人民幣出賣 出賣你的靈魂 所以今天一定會有很多節目 那些曾經我的長官就講 你看玉貝成 受到祖國的處分 不對 受到中國的處分了吧 害怕 我一點都不怕 是你怕 我為什麼告訴你 我要跟國台辦講 我反共都是他們教我的 我反共他們要求我的 這些在那邊講說 中國好強大 中國的航母好厲害 頭髮都白了 戴著眼鏡這些人 我告訴你 我的反共 我的對抗暴政 對抗專制 都是他們教我的 一個都跑不掉 這些人 你打著中華民國 國軍反共的招牌 升了中將升了少將 然後呢 唾棄於北才去賺紅錢 去吃紅飯 去拿人民幣 看不起你 我告訴你 了不起一輩子不到中國 吃了含笑半步顛 我了不起不走 我跳的不行啊 對不對 你吃了紅錢 大不了不去嘛 世界之大 又只有中國 了不起嗎 沒有自由民主的地方 沒有人權的地方 終身不去 氣死你 不過在政論前 真的是兩樣情 很多人今天 你看將軍這個 紅光買面多開心啊 這一堆人垂胸頓足 為什麼沒有我媽 尾行 這當然啊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最囂張的應該是李正浩 他從中午就一直挖挖叫 好像拿了WBC世界冠軍還是奧運金牌一樣 這個越來越囂張了 我們譴責他 好 那當然啊 阿共沒有流出 為什麼 大家要問為什麼 難道是長得帥嗎 這點我們不否認 但是啊 他們透過這種有打勾的大V 這個合法的 OK 阿共允許的放話管道 就是沒有一般新聞管道那麼精準 但是也有一些這種內線消息性 通常都是這個被授權力放話 所放出來 好 除了保潔之外 其他四位的理由 是將軍說他們住土房子 然後李正浩說他們吃田薯 然後黃毅川是說中國高鐵沒有靠杯 那黃毅川說沒有靠杯 好吧 那我說沒有靠腰好了 好 那再來就四聰非常知名了 榨菜世界 然後後來還去做榨菜的宣傳 就因為這樣喔 當然是找理由 很久你看著李正浩 還是胖得跟豬頭一樣 這個就比較古早以前 現在是帥哥一枚 好 所以我們必須說 總是到了某些時段 就會去放一波這種消息 就像之前嘛 又齊也被放一波嘛 剛好四年啦 就是四年啦 感謝人民日報幫我跟地學委宣傳 隔一段時間就會發一波 所以也不要問 怎麼這一屆沒有得獎 這個已經得過了 還會有機會啦 已經得過了 我們恭喜他 這個就先留著 那接下來呢 我相信陸陸續還會有 因為他其實就是做這個動作 意思就是說 你這些人我盯上了 那接下來呢 當然大家都知道 現在拿到這個頭銜了 拿不得了嘛 等於是中共官方認證 這是反共的 那這個對於不管是主持人 或是評論者來說 都是某種程度的加分 從之前的臺獨 頑劣臺獨份子名單 到那個什麼六大扣什麼的 到現在的這一批 所謂的五個造謠者 我認為接下來 他們還是會持續從事這樣的操作 當然我們會認為說 其實根本就沒什麼效果 只會刺激大家在 就特別是李正浩特別興奮 我想要大家搞不好興奮一個禮拜 因為他說賴清德 上一次八年前被點現在當總統 是 那我也從那時候興奮到現在 對啊 興奮到現在 所以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覺得是國台犯 需要交個作業出去 不能總不能完全沒有動作嘛 那台灣都已經跟美國 在太平洋演習了 所以之後類似的東西不會少 今天沒有得獎的 不用擔心還有機會 不過身為過來人的我 身為這個中國人口中 尊稱的鬼承姐的我 今天我們突發奇想 也發了聲明要警告習近平 我們也要懲戒你啊 我們的聲明就是 習近平跟中國共產黨的錯誤言論 跟軍事威脅長期挑動兩岸對立 傷害台灣以及中國百姓的情感情節重大 全球皆知國際反彈 所以台灣將依法對習近平以及家屬 還有中國重要官員實施警告以及嚴懲 未來也嚴禁你們踏入中華民國的國土 並且請拭目以待具體措施內容 其實我們突發奇想也不過呢 是把你們對這五位名嘴的控訴 把名字改成了習近平跟中國而已 那所以小熊維尼也提醒你 希望你能夠像我們的將軍一樣有骨氣 你也能夠發誓終身不踏上台灣的土地 好我們先來看到中國的年輕人 現在瘋當窮鬼 可是在中國現在似乎這個很難不窮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老百姓把錢存在銀行裡面 不但領不出來 想領錢還被刁難 而且現在還被發現 老百姓存在銀行裡面的錢 居然蒸發了十八兆不見了 真的嚇死寶寶亂命寬 沒有錯我們一折一折來 先跟各位說 中美大戰在五月十一號 又起插點插槍走火 我今天把中國的網站 日本的網站 台灣的網站能夠抓到的資料 通通收集好之後 來跟各位說 在五月十一號當天 這個是台灣的軍事粉專 他就說 中國的軍艦竟然廣播 距離我一百一十千米 簡單來說一百一十公里的美國軍機 你已經進入我的火力範圍 立刻離開 結果這件事情 差一點雙方打起來了 簡單來跟各位說發生什麼事 目前能夠整理到的資料是 一台洞五五的萬噸大區 帶著洞五二跟洞五四 還有一台九洞三的補給艦 目前在南海當中 結果一台P8A P8A在南海 它是西太平洋自由航行 自由航行的時候 船 中國海軍居然用遠程對空飛彈 直接對準著整個美國海軍 美國空軍 美國人的下去嗎 而且還跟他說 馬上給我離開 馬上給我離開 你說美國他這口氣吞得下去嗎 結果呢 軍事粉專說 結果不到一個小時 美國包括了E3 E3是什麼呢 E3是雷達偵測機 簡單的說戰場指揮機 還有六架KC E35 後面這句話有玄機 反正懂得就懂得了 發生什麼事呢 P8A來了 空空加油機來了 E3來了 KC E35來了 根據美國的法規 KC E35一台對兩台的F18 或對兩台的F35 或對兩台的F22 所以看不到的有幾台 至少有10到12台 雙方差點打起來 那後面這件事情怎麼善為呢 因為在5月11號才來 所以這件事情 大家現在都還在觀望 好多那個文章寫寫寫 但小粉紅直接說 如果雙方該打 就要好好打一場 小粉紅喊得這麼大聲 我們就看中央整個中國的長官 就看習近平敢不敢打啊 就看中國的長官 後面要怎麼做 好打你就來 5月11號這件事情 我們先談到這邊 結果現在中國又在鐵線交 又要做造島 然後現在菲律賓很氣 為什麼很氣呢 現在我們來看 過去是海警在那邊推來推去 水泡打來打去 現在是直接頓舞舞飛彈 都瞄準的P8A了 雙方都差一點打起來了 好 有這麼多的事情 又起問題來了 打仗要口口啊 打仗要錢啊 打仗要經濟來做支持啊 那中國的經濟 真的撐得下去嗎 目前來看好像不太行 發生什麼事呢 好多人去到銀行去 錢是你存的 錢是你賺的 結果去你存到銀行裡面去 錢擬不出來 這合理嗎 完全不合理啊 中國現在又出現了 銀行錢擬不出來 居然被刁難 然後被刁難了 百般刁難了 好多人都在想一點 他就說奇怪了 大家看那個帳本 一看不對啊 為什麼呢 一個月少的四兆的人民幣 就如同剛又起所說的 十八兆的臺幣不見了 就不見了 不見了 各位錢跑到哪裡去了 完全看不懂 完全看不懂 這錢是你存的 不是政府施捨給你的 是你的錢 居然錢你不出來 還被刁難 不窮才奇怪 中國現在很多那種奇奇怪怪的事 現在看中國有個快時尚叫Shen Shen最近美國開始要做勞動調查 為什麼呢 據傳他要股票上市了 那股票上市 大家去做整個勞工檢查 發現怎麼每個人都跟奴工一樣啊 居然有一個大姐姐 這個大姐姐已經工作了二十多年了 她就說我真的快撐不下去了呢 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 一個月三十天 三十一天只能夠休一天 這個日子要怎麼過啊 所以很多人就在看喔 中國或走紅全世界 但背後居然是低薪 工時長的血和勞工 這個只是多一件啊 之前這種看見識層出不窮啊 但全世界最扯的事情 這個地方又再度的發生了 中國一直有一個社會傳說 有一個民間的笑話 周杰倫去參加周杰倫的模仿比賽 結果周杰倫在中國的模仿比賽 只能夠排到第十名 各位真的還假的嗎 本尊只排到第十名 結果現在呢 各位雙重的一個山寨 為什麼呢 周杰倫從名字到長相 通通被盜走了 先跟各位看喔 這個周杰倫很像周杰倫對不對 他比較胖 這個比較胖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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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現在呢 居然假的周杰倫 直接都出來上廣告了 各位發生什麼事情知道嗎 請來看這邊 這是一個紅茶的一個廣告 這個紅茶的廣告 這個人叫周口杰倫 周口杰倫 請各位注意喔 不是周杰倫喔 叫周口杰倫 他的本名叫李飛飛啦 齁 真的是 太嚇了 你也要找本尊啊 錢該給整個周杰倫賺 要給周杰倫賺 結果呢 周杰倫仿冒的一大堆 可是現在呢 有一件事 摳門經濟當道啊 現在全中國都在流行 所謂的窮鬼套餐 省錢最重要 現在已經無所不用其極了 我們看喔 這個叫三母 三母呢 你進去付了一定的錢 不太多能夠拿七樣喔 他們這個叫最牛逼的窮鬼套餐喔 還有傳說中的九套餐 海底撈是吃火鍋的 大家都知道喔 還有窮鬼八套餐 北京還有任何奇奇怪怪的 所謂的窮鬼的一個吃法喔 反正現在呢 年輕人能摳門就摳門 能能盡量的省錢 就盡量的省錢 那很簡單嘛 他們都知道未來不好過 日子不好過 但沒有想到這兩天 在成都大案子啊 優奇我們先來看看這個錄影帶 讓各位知道發生什麼事 啊 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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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衹 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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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女士大概六十幾歲到七十歲之間 這個女士 Carn. 妳知道多多威威妳知道嗎 一下來先甩她的兩個耳光 蛤 就摸了一下吉普車 他跟他說 我的兒子是市長 神來幫人喔 有空了嗎 有沒有可惡 是一個農民工 你這樣子不是欺人泰盛嗎 結果呢現場他當場就說 不行他把我的車弄壞了 一定要賠我錢 而且要跟我道歉 請各位別忘了 他下來啪啪就打人家 兩個耳光喔 他不就摸了一下吉普車 旁邊的人看不下去了 所有的人全部都圍了上來 圍了上來之後 請各位記得剛才他說什麼 他說我的兒子是市長 沒過多久之後 那個公安出來手牽手 每個人傳 把那台吉普車團團圍住 請我們來看這個鏡頭 這就是中國 把他團團圍住 結果民怨出現之後呢 後面呢高高舉起傾傾方向 他們就說雙方都已經和解了 可是網路上還有人 還在傳的對不對 被抓起來了 蛤 被抓起來了 所以民工被打 到底有沒有賠錢 有沒有和解都不知道 但我們就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中國現在很多人官威 高的跟天一樣 頭大的跟什麼一樣 但重點是人民的日子 真的是不好過